还剩三天,2025年财政预算案就会提成国会 那大众银行等等蓝筹股昨天回升 带动马股一度突破1640点 但是涨幅有限,市场的情绪相对冷静 今天我们邀请到BBB Wealth职业理财规划师谭凯俊 为我们剖析马股走势 凯俊早安 文杰早安,大家早安 好凯俊,那明年度的财案出台在即 凯俊你预测马股在这个星期的走势 其实对于财案即将出炉 其实本应这会是市场 我们的马股市场较为活跃的时间段 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 对于预算案的消息的走向 其实它的消息流就会直接的影响 还有展现在市场上面 哪一个板块可能会比较受看好 这样子的一些情形 但是在今年的预算案 其实在政治的层面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部长级的人物 给出太多的方向和指引 大家都显得来的比较谨慎 所以其实这反的让市场 更加的无从下手去推断 其实那个方向会是如何 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如果接下来的几天 市场依旧没有太多的风声来讲 可能我们就要等到预算案过后 市场可能才会有一个 要消化消息的 比较大的波动 是的 那你认为这一次的财案 有哪一些焦点呢 还有没有一些可以推动股市的政策 是值得我们市场去期待的呢 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今年我们裁案的这个主轴 肯定还会是围绕着 这个开源节流的这个主题的 因为大环境来说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 税收的这个表现 其实是远远的不理想的 而且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国的这个行政支出 依然是比去年同期是有增长的 随之而来的 当你的这个行政的支出有增长 你就需要去减少你的发展支出 所以来填补这个空缺 所以在2025年的这个财案呢 难免呢 我们肯定是会有新增的这一些税项了 然后呢 相信政府也会继续的往 推动这个减少津贴啊 或者是这个汽油的这个津贴 合理化的这种改革去 这个大方向去走的 所以个人而言呢 我会预计呢 其实房地产行业呢 还有建筑行业呢 将会是2025年 财案的队役者之一 因为其实市场上 主要都在普遍的预测 这政府呢 会出台一些利好的一些政策 就包括了 其实我们的这个 地方政府发展部呢 部长的尼特敏 其实他多次喊话呢 是希望政府可以推出 像昌明存款计划的 就是Mardini Deposit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来帮助到这些M40 还有B40的群体呢 可以解决到这个 房屋负担能力的这个问题 让他们比较容易去买到 房上车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 这个是一个大方向的 另外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呢 2025年的财案 我们预计呢 其实也会 市场都预计 其实政府可能会继续的去 关注在这种绿色 科技啊 能源啊 还有中小型企业 它或者是这个旅游业的 这个发展 相信呢 到时政府应该会宣布 更加多的这些 刺激的这种措施 来协助这些企业呢 在这一些领域 可以更加容易进行融资啊 或者是创造出 更加多的就业机会 对 好 我们非常感谢凯俊 为我们分析马股走势 和财案对市场的正面影响 谢谢您凯俊 谢谢文杰 谢谢文杰